最新的信息带您来关心 人间国宝木座大师叶根壮 在这一次空难当中罹难了 他的孙女陈培化 一度被列入罹难者的名单 后来证实是乌龙 上午他进行了第三次的脑部手术 爸爸非常心疼 立刻联系给记者荣孝养 带大家来关心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带您来这个澎湖三总 这边了解最新状况 那么目前在澎湖呢 还在急救当中的唯一位伤患 陈培化目前还在加护病房 我们来看他最新状况怎么样 其实有一些要去做复检 所以说他每个月都要搭回去去高雄 有的时候去那边去做好检检的以后 就直接大车回彰化那边去 是的那么陈培化呢 昨天在昏迷指数 甚至只有下降到二 那么今天呢是已经回到三了 不过情况呢看起来 还是需要大家的帮他一起加油 那么其实昨天呢 招魂的乌龙事件 其实在这个病理馆现场 居然是出现了陈培化的名字 那么其实呢 陈爸对于这件事情呢 已经不再追究了 希望能够陈培化呢 能够赶快能够清醒 这样一切就平安了 那么目前是在这个 三军总医院的最新状况 我现场召唤主播 谢谢观看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听门的最新状况 还有一个怎么办 那张物亚事件的 就不是到底有什么开船